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錢樹 賺錢真快樹 禮拜五的晚上美股重挫 今天臺子期重挫173點 我想這個禮拜 很多人是做空被嘎 做多也被套 所以你要去想 面對這個行情裡面 你要怎麼去改善 人家可以賺錢 那為什麼你是變成 所謂多空雙八 今天剛好是禮拜六補班 一個禮拜前 9月2號 當時的位置在這邊 投資朋友 一個禮拜發生什麼事情 從這邊急拉上去之後 過高點 等到每個人都認輸之後 開始做多的時候 再往下殺 所以這個禮拜的忽上忽下 的位置點 又打回到原點 投資朋友 請問你做對了沒 所以操作 你如果一直是看漲 縮掌 看跌縮跌 其實你真的很難做 投資朋友 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講什麼 那個時候就屬於 右肩的高檔五連鷹 看似風平浪靜 其實是波濤洶湧 也就是說 你認為說 好像就這樣子嘛 我問你 是不是驚濤太爛 上去下來 好 所以上個禮拜 我跟妳提到的東西是什麼 當時破九千 是虛破 所以有絕渡逢生的買盤 刻意守住現行 小心回馬槍 所以9月2號的回馬槍 在禮拜一的時候 先動 當時在漲的過程裡面 投資朋友在稱之為什麼 多頭之帶 因為當時量說 它以跳空往上漲的方式 它是叫什麼 叫分離線嘛 所以當時給妳提到的 這個多頭之帶的單白兵 它告訴妳什麼 還會再拉 所以要怎麼這樣 近代 粗量 攻不上去的時候才是利潔 所以說你說操作操作 當時高點還沒有過 妳如果硬做空 妳就被嘎到 所以怎麼樣 先散開 好 投資朋友 所以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子 多之帶單白兵 近代攻上去才是利潔 等他攻過高點 先過9136 再過9200的時候 的這個位置 投資朋友 大多數的人 這邊放空 這邊停損 然後開始這樣 準備防守做多 9月5號 9月8號 我想什麼 三兵前組的音鋪 何謂音鋪 非音下鋪 什麼叫非音下鋪 就是以現行來說的 的形態是這樣子 紅K棒 然後裡面夾帶的紅K 叫非音下鋪 如果是紅K帶黑K的話 叫稱之什麼 叫空投拇指線 這個妳應該聽得懂 如果妳聽不懂 那妳就需要學習一下 因為 很多事情不是在於說 等妳看到新聞 看到媒體 看到股價 表現之後 再來後悔 再來說 早知道有怎麼樣 妳學會K線 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以前 妳可以比別人早一步知道 所以當時的現行我說什麼 三兵前組 還會三兵前組 一根兩根三 有沒有叫三兵前組 如果是連續的像這樣子 叫什麼 紅三兵 後來這後面三根叫什麼 三兵前組 很多人問 到底會找到哪裡去 我說啊 交易有時不在於進 而是在於退 懂得退產 那妳才是一個贏家 所以當時大夫在過告的時候 為什麼告訴妳說要懂得退 K線告訴我了嘛 所以是不是有評有據 好 所以當時給妳提到 請注意操作靈活 因為縱視這幾個 隔壁那一個 白洗抓白點 還有什麼 封閉缺口 當時的9月8號 並沒有封閉缺口 是缺口還是守住 9月8號嘛 那我講什麼 當時是屬於平頂的內困陽線 缺口沒有封 但陽強中帶弱 因為魔法胎子 胎子偏黑 形態上是多方 有沒有 因為缺口沒補嘛 然後這個地方也沒回補嘛 好 那我怎麼講 以形態是多方 但時間偏向空方 所以明天會多攻擊站 操作怎麼樣 低多高空 譬如說這個行情裡面 你要懂得什麼 它如果拉上去的時候 就是放空 殺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去追 對不對 好 那依照這個邏輯 你知道什麼事情 所以禮拜四我們是 決定8號 是放空 為什麼放空 因為我跟你講過了嘛 高空低多嘛 所以當時我們那種地方是屬於相對高點 所以就放空啊 好 然後禮拜五是殺下來 然後反彈 然後就先強反彈 有沒有 昨天這樣子嘛 好那我講什麼 這一組線稱之為空方反鋪的分離線 很多人說這個盤要賺錢有這麼難嗎 沒有 為什麼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這個快是指什麼 我今天跟你講得很清楚 你必須看法比別人快一步 你如何看法比別人快一步 你一直拖 如果老實啊 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因為你的拖拉 投資朋友 因為你的拖拉 造成什麼事情 你這邊沒跑 今天再殺 因為你的拖拉 造成什麼事情 你昨天多擔流餐 如果你昨天多擔流餐 那今天開梯之後怎麼樣 你就挺損啊 我問你 早上開盤的時候有誰敢開盤掛多張買的 很少人 開盤敢買的人都是必須怎樣 你有尬死 或是說你沒有被套到 這邊你敢買嗎 這邊你敢買嗎 所以等一下為什麼能夠賺錢 還是賺錢啊 好 所以我昨天講什麼 空方反鋪的分離線 微快不破 我講什麼 這根線 因為當時美股跌了46點 所謂的 內運雙星正在壓縮 為什麼壓縮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得很清楚 有沒有 這根線還沒有跑出來之前 我是不是告訴過你 它在做壓縮 雙星嘛 雙星嘛 雙星內運 在盤勢裡面 在壓縮嘛 在壓縮嘛 我昨天跟你講過 好 所以說老師為什麼今天會殺 你說這是因為美國的這個歌派 在開始倒戈 贊成升息 事實上從線型來看 壓縮之後 必定會有什麼 一件事情 一個故事 去解釋 為什麼會殺 所以K線下殺是什麼 應該要發生的 因為存在搞人物跟你講過了 美國是跌的嘛 對不對 好 同志朋友 站下殺表是什麼意思 你看懂了嗎 所以說我昨天跟你講過的 壓縮之後的表態 台股的看法是什麼 昨天9月9號 它雖然封閉這個缺口 是以當黑壓之勢 稱之為什麼 空翻反撲 好 同志朋友 什麼叫做空翻反撲 我是有教過你 有沒有 紅K 然後隔天 直接跳空開D 開旁開這個地方 叫什麼 空翻反撲嘛 是不是 是不是帶缺口 有吧 這我昨天都畫給你看了喔 所以我昨天是不是告訴你 空翻反撲 把這個缺口給封閉 是屬於當黑壓裡面的空翻滿撲 所以呢 這個高點 9278 是什麼 外資讓空翻認輸的高點 因為遇到高點之後 融資當隔天9月8號進來6億 所以怎樣 外資透過調節來洗 這兩天跳進來的融資 有沒有 這我昨天講的嘛 好 所以昨天的線型裡面 你再來看 吹型模型屬於 它屬於月形向之光頭陰線 兩根線 下跳形變之空頭反撲 三根線為什麼 空形式 空落式的飛出形 這叫做破膽下跳空 以五根線來看 通知為火形轉折之一乎之線 所以怎樣 凶险防陷阱背套 這我昨天講的喔 這個我們給亨人的傳傳稿 還有賴好友裡面 所解釋的 提防陷阱背套 凶陷 所以昨天9月9號 我講什麼 賺錢 還是賺錢 所以這個分離線的跳空 它可以對到9月5號 是對稱的 好 所以我怎麼解讀 今天嘛 開始怎樣 是不是先回再上 最低跌139 後來這邊有回點 不然的話應該可以怎樣 跌80點嘛 是不是開低之後 跌比較多 跌幅做收斂 雖然今天再上的一個力道 不是很強 但至少你看到什麼事情 投資朋友 你看到什麼事情 台子期是怎樣 那你來看 收紅的有沒有 是收紅的嘛 表示 開盤的位置 是低點 收盤 高於開盤 所以是開線收紅 這我昨天跟你講過的嘛 有沒有 好 那為什麼我這樣推論 因為昨天它是以分離線做跳空 對照9月5號是對稱的 就這個意思嘛 有沒有 分離線 然後這也是分離線 好 什麼叫分離線 投資朋友 我教你喔 這叫分離線 或者是 這樣子叫分離線 開盤是在差不多位置 但收盤的話呢 不一樣 叫分離線 就是先下 然後隔天開高 到昨天的開盤價 然後再往上拉 開盤這邊 收盤這邊 隔天開盤 跳空開低之後 就往下殺 這兩件就叫分離線 這個你應該要懂 你如果你又不懂 你又不學 那你談什麼賺錢 現在我所跟你講的這些東西 都是很出錢的 如果你學K線 這些你應該要懂 你如果不懂 那你請你去衡量一下你自己 你是不是有所不足 需不需要進步 需不需要學習 因為 當你學習了 你懂得比別人多 你就有辦法 看得比別人更透徹 所以我們到底在比什麼 我們比的是 眼光嘛 你的view 一樣的K線 為什麼你這麼做 那為什麼我這麼做 那為什麼我這麼做 一樣的走勢 一樣是跳空大跌 那為什麼你是多空雙八 你還是多空都賺 為什麼 所以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每天一直看節目看節目 你除了看了我節目之外 你一定看別人節目嘛 對不對 好 別的節目講了 他講到他賺了很多錢 你從來不問說 他為什麼能夠賺那麼多錢 看到他賺那麼多錢 眼睛都亮了 就真的以為跟他做會賺錢 你如果有方法錯誤 你真的很容易被騙 你如果期貨分個八組 我分八組 七組賠錢一組賺錢 我還是賺錢啊 但這個沒有意義嘛 所以今天我們在做期貨 我們在帶會人做期貨 你放心 我們期貨 只有一組會員而已 只有一組 你打電話來問說 老師阿 問我們夫人說 我要參加歐老師的期貨會員 我們告訴你 會員就是這樣子 所有跟著期貨做的人 所收到的call訊 全部一模一樣 不會給你分什麼等級 我們期貨也沒有在分什麼 普通等級跟特別等級 一樣的指數 要賺錢 大家全部一起賺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個信心 跟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帶會員賺錢 所以你這去衡量 人家為什麼能夠做對 所以我跟妳講過的 這個分離線的跳空 剛好可以對稱 有沒有 因為分離線 所以急啦 有沒有他這個分離線 是不是這樣子 下上 然後這個的話 是不是上下 有沒有 就這個嘛 好 所有解讀是這樣子 第一個 九千二無效突破 這我昨天給妳講過了嘛 九千二是這個位置 他如果沒有 他如果突破 拉回沒有破的話 我們以波爛來說 那時候是很強勢的一個走勢 那這個九千二一回補 三日內回補 而且這個多方缺口 也是馬上被回補 那表示什麼意思 缺口不但回補 稱之為接近缺口 空方缺口 跑出來 稱之為逃逸缺口 有沒有 是不是這邊帶有個缺口 懂嗎 所以呢 隔天台股獨自開盤 先回再上 這是我們的看法 所以怎樣 兇險提盤陷阱被套 這是昨天給妳提醒過的一個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是這樣子 還是賺錢有沒有 那為什麼美股會跌 美股跌了394點 肺的鴿派倒戈挺身襲 因為這個消息傳出來了嘛 可是投資朋友 9月8號的時候 歐洲央行在延QE 什麼意思 今天幾號 9月10號 9月8號的時候 前兩天的事情而已 投資朋友 你看到什麼事情 當時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歐洲央行 QE繼續延續下去 繼續撒錢 錢多嘛 錢多之後造成台股的股會雙漲 人家歐洲在撒錢 美國怎麼樣 可能會生息 生息的話呢 把錢引過來 所以導致你看到什麼 重挫 好 這樣的一個看法 老實講 它都是一個所謂的 看消息 做 操作 的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 不值得 不值得採用 你要看的是說 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以前 的壓縮盤 你怎麼樣避開風險 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以前 你怎麼比別人快一步 當每個人都認為的時候 你要懂得 當大家都往這邊走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會有風險 就節奏嘛 你要抓住 好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 美國跌394點 台股是開盤預測 我們的開盤預測 我們預算多少 8968以下 要多少 8930 所以今天的開盤的走勢比 預期的來更低 所以我們馬上判到什麼 先屬於弱勢盤 那既然弱勢盤的話 你開低 你可以怎麼做 跳空開低 殺很深的時候 你可以去搶 去搶 開盤的時候去搶 就在8點45分到9點的時候 一開盤就搶 拉上去的時候 因為是弱勢盤嘛 弱勢盤拉不上去 有賺錢 就平常就好啦 所以還是賺錢啊 所以 這個走勢裡面 我說為什麼 你跟著我們做很輕鬆 你只要是我們的好友 LINE會提供這個開盤預測 會員專屬的傳染稿 會幫你做推算 推算什麼 推算明天它會怎麼樣 好 我們講什麼 買盤先落後牆 法人在9點到11點的時候 先出手 所以預估開盤的時候 先回一下之後 開始急拉 K線下影或收紅 投資朋友 你來看一下 今天的走勢 是不是在9點到11點的時候 有人出手 因為跌點多少 這邊嘛 對 以現貨來說也是啊 跌點就是在這邊 是9到11的時候 有人出手 好 所以這個走勢是這樣子 開盤 因為美國跌嘛 所以開盤你無法控制 但你可以控制什麼 開盤之後 跳空開低之後 馬上急拉 從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拉的幅度多少 還滿高的啊 從8923 拉到多少 8999 這幅度也有六七十點啊 是馬上急拉 所以我們應該也預測到啦 所以是不是先回再上 那你跟著我們做 投資朋友 好處在哪裡 歐老師提供的東西 是幫你一整天看盤 早上在開盤前 你只要加入好友 我們會分享什麼 台子席的開盤 同時我在裡面 或所謂的台股 盤前 暫情分析 就是台股 暫情情報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 所謂的 所有的消息面 是三大報紙 對不對 聚亨 工商 經濟 還有一些消息 幫你全部都 收集起來 心裡先有概念 好 盤中 依照我們的動作來進出 然後呢 同時把我的傳證稿 放在你的電腦桌旁邊 去做對照 為什麼這麼講 你現在看到的是我們傳證稿所寫的 我們預測久久它是不是收底 美國是不是收底 台股的手勢怎樣 是不是先落後強 然後旗幅是不是收紅 所以傳證稿先放旁邊 做驗證嘛 那傳證稿我們是每天下午 六點的時候 你就能夠鎖取了 所以你是我們的會員 你盤中跟著訊息做 到盤後收盤的時候 下午三點 LINE打開 三點多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你什麼 盤後暫情整理 就把這一整天盤後 盤中的一些消息面 幫你做整理 六點的時候 看傳證稿 明天就有譜了 美股的走勢也幫你做預測 然後呢 網上有空 就是上網看我們的節目 一整天的情報都幫你蒐集 所以我們所做的東西 其實是別人所做不到的 我們的服務 我們敢這麼講 我們提供的東西其實很完整 我們還有上課啊 你想學功夫 那我們有上課 你可以跟著做 那怎麼樣上課 你再問服務人員 所以投資朋友 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美股高台跳水 打回到平盤頸線 暗示九月升息升定的 那台股巧逢獨家開市 以低量消化賣壓 像今天來講 掌停板有掌停 無跌停板 紅黑可以比 紅黑比較多 還有逆價差超過100點 所以雖然跳空即殺 但其實你如果做空的話 逃不到什麼便宜 所以呢 別急躁 適緩折緣 跟上腳步 你轉折抓得好 多空沒煩惱 你怎麼看 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我們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假突破会不会增拉回赏 从过去来看你就知道 哈哈是个老样子 所以投资朋友 之前急涨很多人看多但做不到多 之前现在急跌很多人看空其实做不到空 该怎么做 跟上脚步 因为以周线来看 目前是属于肩头打反转打回原位 周线是属于涉及资金还有KD背离史差 所以它的结构是大盘收黑台子收红 OTC黑台湾50红 还有亮创6月4号以来的最低 当时的6月4号是属于端午节前放假 所以现在情况跟当时的情况很像 还有跟去年的万点也是很类似 乡情突破之后再杀 所以提防历史重演 中秋变盘在即 我认为礼拜一是胶着震荡 踩逢高放空 所以跟上脚步 我们明天继续再赚 这三天连续赚赚赚 我们礼拜一继续再赚 跟上脚步 做台子 你要像做生意一样 每个月都要赚 让你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每个月 每个月 你才能够进步 跟上脚步 明天带你继续赚钱 我们明天见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